综艺节目《我们的美好生活》已经在芒果TV播出了 由谢娜、林心如、杨子、苏友鹏、乔欣等明星加入 该节目是以旅游为主题 刚刚开播有好评,也有差评 他、他、们一起走访乡村周边 为了了解当地的文化,与当地村民深入交流 有些明星为了增加自己的出镜率,卖力表现自己 杨子则不卑不靠,不强出风头抢镜头 而且依旧给人一种很可爱的感觉 最近,林心如接受采访时坦言《我们的美好生活》 这档节目就是让大家把脚步慢下来 去享受每一刻的生活,感受它的美好 可以说它是一个很用心的节目 节目组很用心,每一个嘉宾也很用心 比如苏友鹏、杨子他们 林心如调侃,就算美好生活出场费再高 也不和杨子同台 此话一出,令在场所有人十分好奇 林心如表示,杨子不仅能把带火剧 带火演员,在节目上也是会有超多名人出现 可以说是子言子语,和杨子同台 我估计都会子话了 时间过得很快 不知不觉,林心如今年已经47岁了 苏友鹏今年也50岁了 两人年轻时一起出演过 环珠格格,情深深与茫茫 林心如看到苏友鹏后大声喊 杜菲,苏友鹏对着林心如喊 如瓶 让七十,八零后的观众看到这一幕后 立刻掀起了一波回忆杀 不过,在节目中谢娜,林心如,杨子也非常吸睛 他们一起聊天,画面很开心 谢娜曾经主持快本,闯入大众视野 原因是,她在主持节目过程中各种的搞怪 关键是,她说话不过脑子 让很多嘉宾非常尴尬 虽然她的主持功底一直都是极具争议 真是为她人捏一把汗 但是她貌似不太在乎外界的声音 表达能力没有得到一定的提升 这一次,谢娜与林心如坐在民宿门口聊天 突然间,谢娜对着一男一女的老板问 你俩是一对吧 一男一女老板回答说 不是情侣 谢娜还没完没了地追问 不是一对 各自没有男女朋友 但是一起来到了这里生活 谢娜问得那么详细 让坐在旁边的林心如忍不住开口说 你怎么这么八卦呀 林心如这么一说 谢娜无语了 她也终于品尝了被回怼到一脸尴尬的时候 不仅如此 有多位男明星与杨子一起出演作品 都被她带火了 这方面杨子是不愿意提及 毕竟不是每一个人都这么认为 特别是男粉丝 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谢娜还特意说了 明显 谢娜的本性依旧 随着年龄的增长 在沟通方面没有太大的改变 谁都知道 综艺节目是非常讲究做人分寸感的社交场合 如果稍有不小心一句话 可能会引起无数的人攻击和嘲讽 自己的人设也会下滑 谢娜总是习惯性地说别人不想说的一面 来满足自己的内心似的 说明一点 一个明星的发展单单靠努力是不够的 天时地利 人脉资源也相当重要 重要的是搭上了时代的那一趟车 谢娜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传闻当时是何炯推荐她担任快本的主持人 所以主持节目时 何炯一直帮她兜底 说回林心如 她身高1.67米 体重却只有92斤 坐鞦韆上根本就当不起来 对于一个女明星来说 体重增长是一件极危险的事情 因为她们是靠外表吃饭的 在娱乐圈发展形象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她们对身材管理方面会下足功夫 谁料 网友在评论区对林心如一片骂声 参加综艺的明星每一个人都是不同的 表现自然也不同 如果在节目中能够抛梗又能接梗 真实又自然 当然是轻轻松松赢得观众们的喜爱 接下来 我们的美好生活 这档节目能够为观众带来惊喜 大家一起期待